韩非子竟然还有番外片 韩非子在2023年11月9日 凌晨1点21分于抖音上 闪现4秒钟 视频配文写著 历史是由胜利者撰写 再来的爆料就是 韩非子竟然被揭 曾在北京 最下判拘役和罚款 先是因自作聪明 拍下后再上传了 自编自导自演 那所谓的 其实对待外国人的视频 在事情真相曝光后 被打脸判刑的韩非子 因撒泼打滚 辱骂护士 保安及警察 落得声名狼藉的 下场恶人先告状的韩非子 最终被新加坡ICA 及移民与关卡局部门 执法驱逐出境 而且韩非子 更是被禁止再次入境新加坡 相关的执法部门 及新加坡人力部 也早已吊销了 韩非子的工作准证 另外 韩非子也被永久禁止 在新加坡工作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齐战哥 在这一期的视频中 齐战哥将尝试 使用数字人也应该 是最后一次跟大家报告 有关于韩非子闹剧的信息 中国籍的韩非子 在新加坡 因辱骂护士 保安及警察 而爆红新加坡警方 介入调查后 更查出韩非子涉及违反工作准证 许可条例 来新加坡 当陪酒女 深受胆大的韩非子 在辱骂护士 保安及警察后 最终被新加坡法庭 判刑结束了这场 沸沸扬扬的闹剧 根据医院和警方的记录 韩非子 共涉及了 以下的罪名 公共滋扰 抵触防止骚扰法令 抵触私人保安业法令 和抵触雇佣外来人力 法令等罪 故被控上新加坡法庭 想详细了解韩非子 是如何的欺骗和误导大家 及被判刑的前因后果 可以去看一下 辱骂新加坡护士的中国女网红 被判刑 这期视频 在获知了其中 种种真相后 其实其战哥我 也是相当的无语 因为韩非子的确是天生的演员 可惜的是年纪轻轻的 却偏偏要选择 走这一条路 为了方便大家了解 就简单大略的 带过韩非子事故 和补充一些 没提过的细节 韩非子今年10月 在新加坡 接连犯事 他先是在新加坡滨海坊 The Sale at Marina Bay的豪华公寓 对保安人员 动粗和辱骂 之后又在医院辱骂护士 并对一名男警员 报粗口 而之后进一步的调查 则彻底揭露了他的面具 韩非子在申请学生准证被拒后 于2023年8月 再次由一家 名为KDL Elements的公司提出申请 担任文员 他于2023年7月 获得原则性批准 并进入新加坡 在完成法定申报程序后 韩非子于2023年8月 获得工作许可证 但是他 却从未在KDL Elements工作过 相反的 根据韩非子 在新加坡法庭诉讼中所说的 引用他自己的完整原话 他想来新加坡 就只是为了好玩 韩非子于2023年8月 申请新加坡的工作准证 并声称他 受聘于KDL Elements私人有限公司 职务是当书记 起料取得准证后 竟到处当陪酒女 最终韩非子应涉及 公共自扰 抵触防止骚扰法令 抵触私人保安业法令 和抵触雇佣外来人力法令等 被控上法庭 原本是说要来新加坡当书记的 但后来 却变成了陪酒女韩非子 也应申请准证时的谎报 换来锅铛入狱的苦果 韩非子在直接认罪后 于2023年10月25日 被判坐牢五周五天 以及罚款600元 根据了解 有关执法部门 可能考虑到了 韩非子的还押期 和直接认罪后 所获得标准三分之一的减刑 还有基于 韩非子在服刑期间 所展现出的良好表现 所以便给予了 韩非子提早释放 被七扣八扣 东扣西扣之下 刑期前前后后加起来 韩非子一共 也就服刑了29天而已 新加坡监狱署 也向媒体确认 韩非子完成了 三分之二的刑期 换言之 40天的刑期 只需服刑约27天 但他因为 没缴付600新元的罚款 所以需要 多服刑两天 所以韩非子 总共服刑29天 而出狱后的韩非子 亦将会被直接遣返中国 一般情况下 外籍人士 在新加坡服刑出狱后 在新加坡境内的行动 大多数将受到限制 因此不太能够有机会 返回原本的住处 根据新加坡移民与关卡局 于2023年 11月8日的确认 韩非子出狱后 于当天 就被直接遣返回中国了 根据业界资深律师指出 韩非子的所有行李或者个人的财物 或需要安排亲友 代为处理 有关律师一指出 一般而言 若外籍人士在我国处罚 监狱会直接 将服刑完的犯人 移交给移民局人员 在由他们押送到张仪机场 随后便立即遣返 根据过往经验 当局遣返他们时 只会将他们 送到距离最近的地区 根据新加坡移民与关卡局 于2023年11月8日的证实 韩非子已在2023年11月8日 被遣返回中国 如果是中国籍的话 应该会遣返回至 广东深圳的保安机场 或是中国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而从新加坡张仪机场 到中国广东深圳的保安机场 或中国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所需要的搬机时间 大概也就是 4到5个小时左右 只不过 因为一般人都不知道 韩非子会被提早释放 所以估计 应该是没什么人会去接机 不然 以韩非子他 那20多万粉丝的网红身份 的确有可能 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惊喜 或者惊吓 根据客机追踪网站 Flightrada的资料 2023年11月8日当天 一共有5趟 飞往广州的班机 一般相信 韩非子或是承搭 中国南方航空 返回中国 有关趟航班 于当天下午1时30分 离开新加坡 并于下午5时43分 抵达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飞抵后 当事人得自行 安排交通回家 如今的韩非子 在新加坡和中国大陆 甚至是华人圈子 几乎变得家喻户晓 而他也因已被新加坡 移民与关卡局部门 执行驱逐出境 并禁止再次进入新加坡 据说以后韩非子 如果再次申请 前往相关的英联邦国家 或其他国家的签证的时候 也都会考虑到韩非子 曾在新加坡的犯罪记录 因此会有可能导致 申请遭到拒签 根据新加坡新明日报记者 于2023年11月8日的报道 韩非子竟然还有番外篇 看到这里 齐战哥先感谢大家的支持 另外还请大家帮忙订阅 点赞转发 以给齐战哥更多 继续分享和更新的动力 何时感恩 以下 是根据一些中国博主爆料的番外篇 韩非子在2023年11月9日 凌晨1点21分于抖音上 闪现4秒钟 视频配文写著 历史是由胜利者撰写 其实韩非子在归国不久 就已经在中国国内的社交平台上 发布了一个新视频 然而配的文字 竟然是 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 此视频仅有4秒钟 韩非子先是自拍之后 再拍摄了四周的环境 并附上了一句话 历史是由胜利者撰写 根据上传的画面 韩非子当时应该是 身处于广州附近的高尔夫球场 所以视频的IP地址定位 显示为中国广东 一般相信 韩非子在上传了视频后 不久就选择了 隐藏画面 但已有眼尖的网民讯 速截取下来 并在网上公开 由此可见 韩非子的内心 还是相当的不服 我们大家就一起 慢慢的 拭目以待 看看韩非子 在回到中国大陆后 会朝什么方向 去努力和发展吧 再来就是 在这个视频 被发出没多久后 韩非子就自己删掉了 不过 视频已被一些眼尖的博主看到 甚至被截图保存 目前在韩非子的社交平台 还有30条视频 主页置顶的 则是三条视频 全部都是 在东京的内容 但是IP地址定位 依然是新加坡 韩非子的最后一次更新 是在2023年8月4日 再来的爆料就是 韩非子竟然被接 曾在北京 罪下判拘役和罚款 中国籍女子韩非子被报 原来曾经在北京 因醉酒驾驶 被拘役 一个月十天和罚款 根据线索 新加坡新明日报的记者 取得了一份 中国北京市朝阳区 人民法院的一审刑事判决书 上面清楚著名了 于此案 同年同月同日出生的韩非子 因设危险驾驶罪 于2018年12月29日 被刑事拘留 案情显示 韩非子曾于2018年12月29日 一时三时分许 在北京市朝阳区公体北路 与长虹桥府路交叉口处 因酒货驾驶发生交通事故 被民警当场查获 酒精检验报告证实 它血液中每100毫升 的酒精含量为89.8毫克 根据中国当地法律 如果驾驶人员 在每100毫升 血液中的酒精含量 大于或等于80毫克时 那种驾驶行为 就属于罪嫁 根据法庭判决书 韩非子因犯危险驾驶罪 判主拘役 一个月10天 罚款人民币2000元 韩非子的刑期 从2018年12月29日起 至2019年2月7日止 以上就是 到目前为止 即直至2023年 11月9日 有关韩非子的最新报道 可能有人会问 韩非子他不是在2018年 在中国大陆国内 因为酒驾 入狱40天 之后还被罚了2000人民币 并吊销驾照吗 那这个 就肯定属于有犯罪记录了 既然如此 为什么有了这些犯罪记录 那之前的韩非子他 到底是如何 还能申请到 新加坡的多次的签证呢 不知大家是否还记得 根据新加坡海关的记录 韩非子在2019年9月 至2023年6月 已有4次 在新加坡逗留 时间从7天 到30天不等 看来这个韩非子 的确很有问题 且也相当懂得 一些在江湖上混的门路 那到底是谁 一直在背后 帮忙韩非子 办理这方面所需的手续呢 如果各地警方 真的想继续调查下去的话 相信这事情 肯定会闹大 到那时 各种各样的问题 就会慢慢地浮出台面 相信那时候的韩非子 很可能又会再度地 进入大家的视线 对于韩非子 经常不按套路出牌的操作 大家又有什么想法呢 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 或想分享你的故事 请随时在评论区留言 欢迎大家的踊跃参与 期待我们下次的再见